煎饼果子的做法 准备食材 面粉 玉米面粉 香葱 甜面酱 香菜 油条 豆芽 火腿肠 鸡蛋 色拉油 1.香葱切末 火腿肠切开 鸡蛋打散 整好备用 2.面粉和玉米面粉混合 再加入适量清水 搅拌成面糊 3.豆芽放入开水内 焯熟后 捞出 再用色拉油 和盐 搅拌均匀 4.锅内刷一层油后 中火烧热 同时倒入面糊摊开 再倒入蛋液抹匀 5.面糊的面凝固后翻面 表面刷上一层甜面酱 依次放好豆芽 香葱 火腿 油条 6.最后用铲子铲起 并卷好 美味的煎饼果子就做好了 2.専寸